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养生,养生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,其中大多以食疗和运动为主。 其实,养生之道重在养心。 皇帝内经说,心者君主之官,神明出言,故主明则下安,主不明则十二官威。 意思是,心为君主,其余器官就像臣子,心好身体就好,心不行人就完了。 中医认为,心是五脏经络之主,摆病由心生,养心就能去摆病。 可见,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,而养心莫过于念佛。 念佛人,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着阿弥陀佛的爱。 心以爱为时,而弥陀的慈悲大爱,更是众生心灵最好的滋补品。 每日念佛,法生会命,得到极好的滋养,当然是最好的养生。 念佛人知道当生临命中时,必定往生极乐。 从而,心生大满足,大欢喜,无有恐惧。 因此,日常生活中,自然能做到心平气和和颜悦色的待人接物。 神气清静,心理平衡,可以保养天真元气,使五脏安和。 当然就能增进健康,延年益瘦。 在全民养生的时代,多多劝导他人念佛养生,岂不乐哉。